果说只获得了这个12分以上的排名分的话 没错 就是可以直接获得冠军了 当然了 能不能抵御过一一击的这波冲锋 王元月一枪被重 释怀还反打成功 大盘击 这是来自于Powerboy的成名绝技 但是很多选手都已经成 透视成功了 Fruiter赶走了明皇 明皇只能去前点架枪了 Fruiter这个位置看一下 怎么跟队友这个做一下战术上的安排啊 是的 明皇想要贴到原点 没办法 又绕过了释怀 绕不过王元元看圈 还是把STE两个兄弟给放在里边了 那现在STE速度一定要快起来了 看一下这个圈的寒水面积还是有二分之一 而在沿岸边有三座石头 都可以攻给STE占据 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点像昨天的AG 是 昨天的AG是整队往这个岸边上冲击 但是他们是没有停的 现在啊 我给ST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战术 游泳战术吗 直接游泳 我们看到场上是除了他们还有六支战队 往水里一炮 只要获得前三的排名分 就肯定可以获得最后的冠军 而惠州ACT呢 下山的道路上只能依靠烟雾带 以及车辆的干拉 而所有城区里边的枪线啊 完全都会磨刀霍霍向西侧 惠州ACT已经很难进圈了 已经达到一个了 原型已经没了 看一下这个时候 另外一边STE会怎么选择 看一下狗子这个车啊 肯定是不能进防区的 是 因为在L港的东边 还是有一片小山坡可以呆的 这片小平坡 如果能够站住的话 还是可以的 但STE啊 我觉得倒不用完全下水那么消极 STE应该是不用下水了 应该是可以把自己的枪啊 对准成 对准成头 是的 当然了 虽然说需要用的手雷多 但耐不住敌人也多呀 最终还是一颗手雷 哇 两个人 但是叮当的叮当的一颗一技手雷啊 放倒的清油 LK打得这么猛的话 ACT就只剩下狗子了 是 狗子那个防区 如果说对面正面猛攻的话 一个人是肯定没法守的 没错 那如果说ACT在这个位置倒地的话 最终的悬念就只在STE上 是的 当然了 ACT现在还没有倒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处理 RNG这边也开始向中心的防区进攻 但是好像判断错了方向 这颗雷应该会炸到LK吧 炸到了 炸到了 阿塞的一颗手雷带走了清油 狗子的位置还是没有暴露 我觉得城区作战啊 制造疑点或者制造疑惑 场上的战队被剪掉 只剩下三只的话 就算ST一个淘汰也不拿 他就会获得这周的周冠军 是 因为第三名是可以直接获得 三名分 当然且不说 NXGF这场比赛 能不能拿下蛋糕啊 我觉得他能够拿下前两名 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是这个钉啊 还是得用锤子去钉 如果说一旦等待这个 安全区的眷顾 那我觉得还真不好说啊 因为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版本 梅花庄其实是随机刷新的 它会刷在怎样的位置 我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说刷的非常非常的靠 NVXGF那个方向 代表着他们可以非常舒服的打 看一下啊 梅花庄已经出现了 NVXGF是全员上山 上防顶 而且Para部位 手里面拿的还是六倍级的大盘机 这边的话 应该是扫射一波 抽抽奖 没有能够抽到 Frutal率先来到房间内 被金缅打掉了 金缅同时也是落入在了阿灿的枪下 阿灿和树展一起开枪 带走了一起浪 这个时候排名 已经只剩下四支战队了 四支战队当中 ACT的狗子还是 还是在 还在 非常的舒服 世怀应该是没法服了 山智和王绵苑会合在了房区 NVXGF这个时候放出了 那些人 库库他过马路了 库库过到马路 而且呢 NVXGF在库库的这个支点的帮助之下 也是把Jimmy送到的对面 没错 所以说ACT狗子被淘汰的一瞬间 ACTSE应该是 已经获得了被这周的 周冠军了 但是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RNG只剩下一个人 NVXGF的手块蛋糕 能不能到来呢 这块铁板 没有挡过顾虎的子弹 场上两支战队 只剩下Fruit XGF 三打一 手块蛋糕 马上就要到手了 而Fruit呢 似乎也可以美滋滋的去迎接 周冠军了 好的 我们恭喜NVXGF 拿下了本赛季的手块蛋糕 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恭喜这周的周冠军了 是的 其实在这个战术改变之后的SE 没错 终于捧起了属于它 分别是AG Fox Black ACT NVXGF和4AM 给到的是来自于NVXGF的偶尔灵 其实这一支战队我们享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